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又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在溫哥華西區的項目 它的名字叫Legacy 它的位置按Dunber 這條是Dunber Dunber合28和29階的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是石屎樓 五層高,總共有48個單位 下面亦有市場 每個單位的樓盤都不同 還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有一、兩間層房屋 又是Pent House 大家看到Pent House 還有Pent House 每一個Pent House都有一個大的Pent House 都有兩房、三房 兩房的戶型都有兩房加Flex 兩房加Flex 再加Solarium 這個項目是預計2023年的春天完成 它亦會在下年的年初開始動工 現在仍是Pent House 所以發展商現在推出的買賣 還會有多些優惠和優惠 今天分享的價位 其實都是去到1月中 之後發展商都會加價 講回地區 因為它在溫哥華西區比較小 再過去是UBC的範圍 去到UBC的校區大概是10分鐘左右的車程 如果要去Duntime就15分鐘左右 如果去Ukrate 即是比較大的Mall 差不多10分鐘左右的車程 周邊附近按28、29階這個位置 一到街 包括它自己的建築樓下 都會有銀行、咖啡店 附近也有很多配套 學校方面它是Walking Distance 已經去到St.George Private School 校網的話 中學是Lock Bain 小學是Lock Kitchener 不如我們去看看這個示範單位是怎樣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廚房位 這是淺色系 廚櫃上面是深綠色 下面是白色 L-shaped廚房配了一個大的Island 因應單位的大小 Island也會有長短 上面這個檯面是巴西的Marble 這邊是配櫃 可以給你擺一些Display的Item 另外那邊其實是Waterfall 它是一路到底的 我們先來看看爐頭 廚房電器來說 它是用了Wolf的德國牌子 它的造型是陷入式的 就是平台上的櫃面 它是用了在下面 所以這個櫃桶 是假的 拋不出來的 下面這些是可以拋出來的櫃桶 裡面包邊都做了深色的配搭 然後第一層的櫃桶 它是有大燈的 就是你拉開 自然會有LED燈 下面有個大的 我這次不用開和關得那麼辛苦了 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升上去 它一塊是這麼大的 四隻鼻子 怎樣關閉呢? 關閉的話 這次我開廚位開得很爽心 按一下就關閉了 就不用在這裡拔來拔去 旁邊也是 這裡也是 好了 一個、兩個、三個 這些全部都可以按的 擔心說 萬一按下去 不小心撞頭怎麼辦呢? 我不用頭去試 我用手 碰到東西它就會停了 那怎麼辦呢? 碰一碰它 碰一碰它就會關閉了 對 試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試過給大家看 關閉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按 有些東西擋住 就會停在這裡 那你再這樣關閉 不可以說撞下來不通 我不用頭去試 但是也會撞到 但不會說是夾手那一隻 我們玩完上面的廚櫃 大家看了 這邊也是一樣的 都是一塊這樣下來的 也是有兩個按鍵 好了 看看下面的轉彎櫃 它這個是整個可以拔出來的 拿上手 可以告訴大家 感覺很紮實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有兩條臂的 這裡一條 裡面一條 所以成重 或者是如果 你可能放一些比較重的鍋 拿出來 感覺很穩陣 不會說有一邊 好像屈下屈下 下面這個一樣 都是有兩條臂的 好 玩完這個轉角之後 我們就看看 這邊的一些電器 焗爐 微波爐 都是陷入式廚櫃 就不用說 慢慢烘下 上面這個是微波爐 下面這個是焗爐 牌子也是Wolf 焗爐怎麼開呢? 都是推一下 它會慢慢垂下 好 都有這些格子 裡面有燈 推上去 你就要自己用力推翻了 Wolf 屬於德國高級的廚具牌子 這裏是兩組廚房電器 加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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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有一個咖啡機器 下面就是同一個爐 即是說是 麥克風鍋 咖啡 兩個焗爐 有香港朋友買了這個 unit 是成功爭取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兩個爐是沒有用的 反而是四樣電器齊齊就最好了 他是成功做到的 雖然選擇單張相片是沒有這個 option 不過是可以提供的 說到雪櫃 雪櫃也是36吋 牌子是Subzero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深層 但下方較厚 還以為 kans 下面有兩個櫃桶 裏面是這一살 還要貼上放這麼多的房間 如此材料 下面這裡有倉品 我們根結一下 現在下方又要闊omic 不要個錢 屆分 這些都是抹營了 按一下 它就比較可以 它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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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說 retard 星盤是一個大星盤 它是在櫃面下面 其實它是方形比較美觀 方形之餘下面的底部都是圓的 其實圓的位是容易清潔的 因為我們有見過不少的方形星盤 它是真的做直角的 很難清理的 一個水龍頭 這邊還有一個花灑頭 下面也有一些儲物空間 它也特意做了一塊金屬的擋板 遮住喉管和星盤底 感覺上美觀一點 這邊的儲物空間 這裡是做好垃圾桶 這裡還有一個小平面可以放東西 可以拉出來的 小碗碟機 這邊全部都是做了櫃桶 這邊的第一格櫃桶裡面 都有燈 櫃桶裡面也有櫃桶 放一些餐具的盤子 看看下面 下面就是大櫃桶 沒有燈的 這邊就是酒櫃 這個酒櫃可以在這裡調校溫度 還有整個是可以拉出來的 總共有一二三四五格 到這邊就沒有東西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洗手間 上面這些是洗手間的色系 下面就是廚房的地方 這裡另外有一隻叫Colinwood的顏色 就是一些深木色黑色的組合 上面是洗手間 下面是廚櫃系列 進洗手間之前我們才可以看看 因為這裡是做不到整個示範單位出來 因為它都是大部份 所以它做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例如剛才看到廚房 還有它的櫃桶 大家可以知道它的櫃桶的設計 會是這樣 裡面有燈 會用這些暗黑玻璃門 裡面也會做好一些櫃桶 另外一邊中間還有一塊板 下面還可以掛褲 有一條框在這裡 它所有進洗手間都會用這種拉開的門 進來之後 它外面的地板會延伸一部分 進到這個位置才會變成地磚 它中間的接口都會做到全屏 走進來 首先會看到的就是這塊的標誌 它是用天然石的 不是石鷹 你選擇不同的顏色 它的顏色都會有些不同 浴缸就在這裡 它那些搭桶全部都是入牆的 這個是花灑 這裡有那些搭桶 這裡也是 兩個升盤分開兩邊 各自都有它自己的櫃 旁邊的櫃打開都在有鏡的裡面 裡面有幾個分架 一直到頂的 看遠一點 你會看到它整個洗手間會再包邊 水龍頭也是在牆壁上面 不是平時看到很多都是由櫃打扮上面 這樣衍生出來的 這邊有燈 它那些用的按鈕 都跟我們平時看到的普通 unit 有點不同了 這邊是櫃桶 這裡有些架可以放些細的東西 左邊那邊也是一樣的 洗澡就是在這裡進去 它有一個沈浴 它特意把抽氣扇包在上面的裡面 這邊有個位置可以放些沐浴露那些東西 如果你要控制花灑頭或者Ring Hat 開關在這裡 它做了一個無縫的去水位 我把這個顯示板 這些顯示板全部都很重 我們看看馬桶在哪 這裡 推入推出都可以 馬桶是原吊色的 然後呢 這裡有地暖 這裡有個遙控 可以控制馬桶不同的功能 我們說回外牆的顏色和地磚 先說外牆不能變的顏色 它是黑白色的石頭造成的 像這些黑色 這些白色都是原有外牆的顏色 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就是這個 裡面的地磚 如果你是選擇了混合 它外面就會配這條圖 這條顏色給你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Callingwood的色 它就會配這條深色的地磚給你 我們就看看科研和 發一下價錢也好 說了這麼久 Ground forward 即Street Level 它有幾個retail 就是兩間銀行 接著是wine store 和咖啡 shop 整個屋苑只有三個townhouse 那個2A 3B 都是兩層的townhouse 已經買了 剩下這個一層的townhouse 3A 為什麼一層都叫做townhouse 因為其實它是不經過建築進去的 它自己直接有Street Level 的entrance進去花園 花園263呎 周邊也有一些植物包住 有些隱藏 這邊就是入門口 整個尺數1296呎 它的價錢是200萬左右 整個屋面最便宜的單位 是哪個呢 2樓 2樓也是很少unit 因為這邊也是商店範圍 還有一個健康中心 2A就是最便宜的 整個建築的兩房 多數都是兩個住宅 這個和另一個便宜的單位 只有一個住宅 它的特點是有大Pateo 它的Pateo下面是一個入住宅的位置 860呎 室外面積比較大 385呎的Pateo 它是123萬8 補充一下 價錢是會變的 發展商現在開賣了一個多月 一路一路慢慢賣 它會隨時價格的 2Q對著Dumber 是比較普遍的 有多少少unit 它的尺數是1200呎左右 除了兩房 還有Flex和Solarium 像陽光房一樣 這些單位的價錢差不多是2.2M左右 價位由850萬 860萬 180多萬 190多萬 也有 這邊是貴一點的 這邊便宜一點 無論是三樓四樓 都有3A的三房單位 價錢跟Penthouse的兩房是很接近的 所以到底是買Penthouse兩房 還是要一個三房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鬥爭 三房還有Flex 1300呎左右 室外面積126呎 它的4Pen是這樣的 它的價錢 如果是四樓的話 就是250多了 加多10多 260多 就可以買到一個Penthouse unit 它就是兩房加一個Flex 尺數是1241呎 其實跟剛才是很接近的 所以價錢真的差不多 但它就多了一個 屬於自己的Rooftop Patio 這個價位就是260多萬 這個時候就在這個位置 它在Dunbar那裡 Dunbar Street 在溫西裏面都是屬於比較入 再過去這邊已經是屬於UBC 我們聽得比較多的 譬如Cambia、Oak、Granville 其實要再在這邊多很多 這個項目的Deposit Structure 總共是15% 那它怎麼比呢 首先 寫合約的時候 你要付2萬元 14天內就收了5% 但是你付了2萬元 所以就減了這個2萬 第三個Deposit 就是3個月 再付5% 合約算起的一年 再付5% 所以這個總共加起來是15% 如果你在買這個項目的時候 爭取到的一些Credit 或者一些其他的 跟錢人有關的東西 那它都會到時在收樓的時候 去減了Credit 給回來的 管理費就是6號自己一呎 Legacy 它有跟BMO 是做了一個program的 這一棟樓現在是樓花階段 它要差不多3年 去到2023年的春天才起好 很多朋友就會擔心 我現在用香港的income也好 或者我現在這一刻 可不可以知道我能否借到錢呢 它有個特定的program 批了之後 就36個月之後 都是firm approval 就不用重新再申請一次 至於這個rate 這個rate 現在去看就不是很吸引的 因為現在普遍的rate 都低過它的 但是它在說這個worst case 三年後還是好像現在這樣1點多 當然到時可以用那個market rate 萬一三年後大大超過了2.64 或者2.5 去到3點多4點多 你都還可以用這個cap rate 我們現在就來了Legacy那個site 這邊就是圍起了 大家可能以為裡面是工地 其實不是的 我們進來看看 其實它現在是未正式動工的 它現在這個裡面其實是community garden 之後當這個site 夏年開始動工的時候 它們就會移走 就搬去第二個community garden 大家可以看到 由這邊對面間其實是一棟高級的rental apartment 一直到對面 那邊就是後巷 另外一排的屋隊後巷 就是看著那邊那幾間獨立屋 從這個位置開始是向下面斜的 車現在上來全部都是在上斜的 這條街有些雙號 我們可以走去那邊看看 不如 我們下一次也會介紹另外一個 在Carrie Stale的新項目 那裡有很多配套 而且也有多一些旁人的東西 來到這個街口 這裡是28階 看到有BMO 對面是Shopper Stroke Mart 附近也有賣不同的東西 食物 生活便利的設施 這裡可以走過去的 就是29階聖George private school 是男校 旅校就遠一點 在Crafton 一家Blanham那邊 現在先去聖George那邊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橙色圍欄籃的植物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溫哥說這邊很有趣 他們對樹的保育程度 可以說是極之保育 極之珍惜 所以凡是有時候 你可能要搞一間屋的外場 或者可能搞一些工程 凡是有機會損害到一棵樹的東西 那你都要向市政府申請 它會規定你是要圍一圍一棵樹 以保護這棵植物 在你做工程的時候 不會受到損害的 這些樹呢 是風樹來的 去到春天開始就會生一些葉出來 然後越來越茂密 那些街又比較窄一點 那兩邊的樹就會連接 感覺就會比現在漂亮很多 那你到時走這裏 會很舒服的 都好像在走在公園 一離開了主要的街道 一進到內街 很多都是獨立屋來的 要找Condo 或者Townhouse那些其實都很難找 嘩 如果現在是春天更漂亮 我真的會爆 我已經聽到小朋友的圈樓聲了 其實 這個就是聖George那家的學校了 我們就不進去 我們都不能進去 那我們就在外圍拍一拍 那它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很大的Kids area 很開心 其實是不是 已經是正在上學了 是不是 對 正在上學了 玩得很開心 其實 對 是吧 跑 狂跑 對 這個是正門 那去整個學校的建築 大家都看到 整個外觀都頗有氣勢 這裏是Junior School的地方 整個校園範圍都很大 後面有些小朋友玩的地方 走到過來這裏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都是這些很靜的內街 都是獨立屋多 大家見一間大大小小的 兩邊都是樹 直到對面已經是公園了 我又見到這間 有一個吹氣的聖誕火車頭 有一個泵一直吹氣 現在聽到聲音 那我們就去公園逛逛逛了 這邊很多公園 有時候都會在城市裡面 四邊都是屋 中間有一塊大草地 保留了很多樹林 住在附近的人 過來放下狗 過來野餐 穿過泥 哎呀 我也帶了一些泥 穿出去 就已經是登壩了 穿出來這個 這麼大的草地 你看到那裏的獨立屋 都很棒的 去看住公園 還有溫哥華市政府的規劃 如果現在已經是公園用地 永遠都是 住在那附近的人 不用怕有一天 無緣無緣無故 多了一堆樓 這樣就不會的 這個就是登壩的 community center 裡面通常會有很多社區設施 周邊附近的人 有沒有需要 都可以過來這邊用 剛剛都留意到 登壩附近的 綠化各方面很好 後網都不錯 但是生活設施 對於唐人來說 例如買中菜 吃中餐 就差一點 他都比較少數 那怎麼辦呢 我自己呢 就會覺得去Carrie Stale那邊 過去都是五分鐘左右 到下面射一街 的West Bolivar 那邊呢 就多很多中餐館 多很多不同的配套 買菜也好 你說看牙醫啊 或者是買花啊 等等呢 就會多很多選擇 我們現在就去 那我們下次就會分享一下 Carrie Stale整個區的感覺 HELLO HELLO 突然間很家常 那其實我在哪裏呢 你腳可不可以這樣 對 不要緊很自然 好像不是太好 噢 還不想來我呢 你坐著吃飯當然是這樣的 你是這樣而已 很多人不是的 好 為什麼帶大家來這裡呢 想去分享一下 這一個位置 就來剛才Dunberg 十三四分鐘的車程 話說我做地產經紀之前 是剛剛來到這裡 是有做過中文英文和鋼琴老師的 那時候有學生在對面西溫 也有學生在溫西 Dunberg Carrie Stale都有的 中間那個lunch hour 有時候都挺長的 對我來說 我喜歡帶飯 在車裡吃 聽聽各位睡覺 通常會選一個 比較漂亮的地方 你沒理由在街上 拍在星期街上 拍在星期街上 所以我很喜歡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在這裡 剛才說的Dunberg 其實在這裡 我這裡駕過來 十分鐘比較鬆 有時候不想駕那麼遠 這裡是UVC 可能進去這個公園 找個位置 可以停車的位置 舒舒服服 好像現在這樣 我們拍完了 那就吃午餐吧 好可惡 好可惡